由韩章学员所举办的偶像主播大比拼 今年也来到了第三届 与去年不同的是 今年的参赛者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学生 评审阅容包括本地各大电视台的主播 现在就让我们跟着镜头去看一看现场的情况 以进入决赛的华、乌、英、三组各五名入围者 15名学员都很努力地做好事前组备 比赛分为两个环节 第一环节是现场播报 联合一段预录的采访路人的影片 第二环节是即兴播报 冠军陈怡静表示 他本身对这行业有兴趣 所以未来他也会往这方面发展 我觉得很谢谢所有的评审 可以给我们的机会的冠军 也很感谢所有的选赛者 大家都付出了很多资访路人 应该是第二环节是好年进行的 这个现场的 陈丽婷还表示 今年的参赛者都达标 尤其是中文组 虽然距离工作坊和决赛 只有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但比赛当天 参赛者的表现都十分出人意表 我觉得因为韩江常常 我们知道韩江培养 新闻业界的人才 那这个校园主播呢 可以让更多的 这个有志从事新闻行业的人 更早的了解 新闻事业是在干嘛的 那这么一来呢 他们可以比较好的准备自己进入 他们要选修 他们要生造的一些科目的选择 还有他们在业界需要做的哪些准备 第三届偶像主播大比拼 也在韩怨声所呈现的舞蹈之后 正式画上完美的据点 刘佳琪韩世新闻采访报道